这个网友问 说沈院士恕我冒昧 第一眼见到您的照片 首先吸引我的就是您的肤色 尤其您的肤色 在跟您的头发的颜色一对比 就显得更深了 您大概一年有多少时间是在野外 年轻的时候 那是可能一年有 差不多有半年左右是在野外 但是现在在室内的工作时间 就更长一些 所以您的肤色会 确实和常年的这种户外工作 是有关系 平时就比较黑 然后一晒以后就更黑 其实当时这个地质行业 在所有的人的印象当中 都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行业 因为你是背着包到野外去 没有住的也没有吃的 而且走路都非常辛苦这样子 但是经过几十年 尤其是我们国家 今年来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现在出去从事地质战业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 最快乐的一个战业 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 可以有这个夜野车 带着这个装备 对 带着这个吃的出去 而且呢 我们这个交通也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的通讯也变得越来越发达 那我们就是在野外的时候 我们可以白天在那种 山清水秀的地方 办公一族 特别想去度假的这些地方 而我们切切是去开展日常的工作 您刚才这段话 应该作为全国地质专业招生的广告语 好